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 就是這個電磁波它不只帶有能量而已 它也可以帶有動量 它可以施餘它照射到的這個面積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我們把它叫做radiation pressure 它是因為電磁輻射所造成的壓力 就是電磁波的這個輻射 所以它是輻射壓力 這個輻射壓力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可以來看看 我們仍然用剛才的這個天線所產生電磁波的模型 來看看這個輻射壓力是怎麼來的 假設我們現在有電磁波造射到某一個物體上面 這個物體上面因為是原子 原子上面可以有正電荷跟負電荷 那我們就以正電荷為例 假設真有一個正電荷 假設有這個方向的電場過來的時候 它就會對這個正電荷產生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對不對 它會往這個方向得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它也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這個速度 因為有加速度就產生速度 這時候呢 這個方向 就是你的電場是這個方向 接下來呢 你有一個往這個方向的磁場過來 就是同時這個磁場是這個方向 好 那麼這個方向的磁場呢 你電荷呢 正電荷有往這個方向的速度 根據F等於QV x B 那麼你就會得到呢 一個這個電荷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這個F等於QV x B 是這個方向 那它就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所以用這個簡單的模型 我們可以知道 當你有一個正電荷 你有一個正電荷 放在這裡的時候 那麼因為電場會讓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磁場呢 會讓它再得到往這個方向的加速度 然後有這個方向的速度的時候 磁場會讓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那我們呢 就知道正電荷會收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同樣的你也可以用負電荷 你現在試著用負電荷 去看看 這也是一樣的情形 它也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所以物質裡面 不管是帶正電荷或負電荷 它都會得到一個往這個方向的力 那這個電磁波呢 是在這個面積上面 任何一點都有這個電磁波 所以當它造設在物體的時候 那這個物體上面的任何一點 都會一個得到一個往右方的這個力 那這個力的大小是多少 那這個力呢 是在這個面積上面所造成的 那我們想要知道呢 在這個面積上面的力 除以這個面積呢 它就會得到一個壓力 P 那這個壓力P呢 我們把它叫Pr好了 就是這個Preture 會等於多少呢 這是我們想要計算的 那我們回到之前 我們所學到的這個相對論 我們知道相對論裡面呢 一個物體呢 它所攜帶的能量呢 全部能量是它的動量平方乘以光速平方 加上它自己的這個靜子的時候的能量的這個平方 靜子的時候的能量呢 是mc平方 然後的平方 加上動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就是它全部所攜帶能量的平方 這是我們在相對論裡面所得到的 那麼對於電磁波來講 因為它的m等於0 所以呢 它全部所攜帶的能量 e平方就等於p平方c平方 或者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平方 插掉 所以對於電磁波來講 它的能量就是這個 電磁波所攜帶的動量 注意這個p代表的是動量 乘以光速c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的Δp 就等於Δe除以c 這個Δe代表的是它的這個能量 為了不要跟電場混合 混淆 我們把它改成Δu好了 所以Δu就是這個電磁波所攜帶的能量 除以光速就是它所攜帶的動量 假設我們在這一段的電磁波裡面 就是這一段這整段的電磁波裡面 所攜帶的能量是Δu 它照射在這個面積上面 就是照射在這個面積上面 它會讓這個面積得到多少動量呢 這個Δp就等於Δu除以c 好 那這是完全吸收的情形 好 就是這個光完全被這個面所吸收了 所以它所得到的這個面呢 所得到的動量呢 就是這個電磁波能量全部被它吸收了 那麼它所帶有的動量也全部被它吸收了 那如果說是反射呢 假設我們這邊放一個鏡子 然後呢把這個電磁波呢 進來然後呢把它反射回去 那對於反射的情形 那我們知道這個它得到的這個動量呢 就會是完全吸收的情形的兩倍 那就是Δu除以c 這是完全反射的這個情形 好 那這個面呢 它會吸收的多少力 這個面會吸收的多少的力呢 我們知道呢 這個力呢 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這個壓力是多少 那我們就把這個力呢 除以 抱歉 應該壓力呢是 力除以面積 好 然後呢 力會等於多少 力呢 我們之前在學過 它就是單位時間的分支 就是一個一段時間裡面的這個動量的變化量 就是Δt分之Δp 這是它所得到的力 然後呢 Δu 又等於在這邊呢 全部的能量呢 就是 I A Δt 這是我們在前一頁我們所學到的 這個 intensity 光強度乘上面積乘上 這一段的這個時間 就是這一段距離裡面 全部的這個能量 這個是 光強度呢 它是單位時間 單位面積通過的這個能量 乘上面積之後 得到就是 單位時間通過的能量 再乘上時間 就是這個 全部通過的這個能量 所以 這裡面的全部能量Δu 就是這麼大 好 然後呢 它 照在這個面的時候呢 所產生的這個動量 就是Δp等Δu除以c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帶到這裡面來 所以F呢 就等於什麼 F就等於Δu 就是 這就是 I A Δt 就是 這個Δu除以c 然後Δt Δt Δt A掉 所以呢 它就等於C分之 I A 好 這個是作用在這個面的力 那 壓力呢 就等於 I除以 C C 面積除掉了 所以 光強度除以光速 得到的就是 或電磁波的強度除以光速 得到的呢 就是作用在 它所照射的那個面的這個壓力 如果說是 百分之百反射的話呢 那麼 就是 這個壓力呢 就會是兩倍 所以 電磁波 照射在一個平面上面 可以造成壓力 那壓力的大小就是 7分之I 如果說是 完完全全的被反射 那它所產生的壓力 就是 7分之2I